先把正六边形画起来 正六边形 可是呢同学请问 这个正六边形用哪一种方式来画这个正六边形呢 这个正六边形它标了一个200给你 请问正多边形有三种画法对不对 有边长的模式 有内切有外接 外切跟内接 有我在讲一次 有这个边长的模式 还有内接的模式 还有外切 那请问这个正六边形是用哪个方法画的 外切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是外切 因为它是标边跟边之间的距离 边跟边啊 怎么知道 好 各位你看 它标的那一个200刚好就是那个远的直径 知道吗 正六边形 三 四 五 六 有没有 你看 外切的正六边形画在远的外面啊 它标240就是标这个边到这个边啊 它标这边240 同学 同学 它200次不就正好是这个圆的 这两点连起来的吗 它这个是直径 所以呢 它标240 它要画 它要你建一个外切的正六边形 外切正六边形 每边长 不是每边长 那个 外切的正六边形 那个圆啊 直径就是200的意思 直径200的圆 然后呢 给它建一个外切正六边形 好 我们来做做看 直径200 好 点一下 拉出来 200 先有这个圆 接下来 所以这个呢 它的正六边形啊 就是从这个点到上面这个点 它的高度 再来呢 我们再来做多边形 POL L 好 六 六边的六 圆形的中心点有了 也锁到了 好 外切语言没错 外切 这时候你把滑鼠拿上去 把滑鼠移上去 放在哪里 就放在它的四分点上 把滑鼠移上去 把滑鼠移上去 这样就靠了 你看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符合它的要求 有啊 200啊 它200就是了嘛 所以没有错 就是它要的要求了 OK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圆就可以删掉了 因为这个圆只是为了这个正六边形 产生的嘛 我们为了要画这个六边形 才画 先先画这个圆 那下这个圆呢 你可以把它删掉 没关系 把它删掉 等一下 先不要删 我发现先不要删 为什么 我们需要用到那个圆的圆形点 哈哈 我们要用到那个圆的圆形点 你现在把圆删掉 圆形没关系 你知道吗 所以 各位这个圆 我建议你先不要删 后面再删 好不好 后面再删 嘿 这个圆先不要删 有圆才有中心点 有圆才有中心点 来 各位请看 到这里 我开始画里面 各位你可以看出里面的基本单元是什么 里面有好多条弧 对不对 交叠出很漂亮的花的感觉 其实那个弧是用什么方法画的 对 很好 三点画一个弧 哪三点 同学 注意看 请各位用三点画弧的方法 第一个点呢 就选其中一个顶点 点一下 第二个点呢 就是圆的圆形 知道吗 圆的圆形 圆的圆形 第三点呢 就是再绕回来到对面 OK 看到了没有 这一个圆 这个弧不算圆 这是弧 有了这个弧之后 你 再针对这个弧 做环形正列 几个 六个 所以这个弧是这样起来的 看到了吗 我再画一次 这个弧呢 就是请各位用三点画一个弧的方式 第一个点呢 就是我们的 正六边一行的一个顶点 再来 第二个点就是圆的圆形点 第三个一样是这个顶点 正六边一行的另外一个顶点 好 完成到这里 你才可以做环形正列 各位请看 环形正列呢 环形正列这个弧就好了 只要环形正列这个弧就好了 OK以后按Enter 中心点呢 就是底下的这个中点 因为这个中点呢 事实上就是圆的圆心啊 这是圆的圆心啊 点一下以后呢 答案就是六没有错吧 OK 关闭正列 你看 这画跟他就一样了嘛 但是呢 我们还有一笔还没有画起来 还有一笔还没画起来 所以先不用紧张 这是第一次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完成 这边画完 我们就让各位休息一下啊 来各位我们这次看下面 啊这个大圆 这个大圆呢 已经可以删掉了 这个 这个大圆 因为这个大圆的中心点啊 已经被我们用了 所以呢 这个大圆可以删掉 没关系啊 嘿各位我们快完成了 来接下来 请看下面 我特地的把下面放大 目的就是要让各位知道呢 第二个虎是在这里 所以呢 我们呢 这次一样用三点画虎的方式 好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二点 好 第三点 有没有 输起来了 这个输起来了 三点画虎 最后 再正列一次 一样 就针对这个虎 针对这个虎 我们再再正列一次 好 来 环形正列 选到啊 这个 这个小虎 哦 刚画起来这个小的虎 选到它之后呢 阿连特 好 然后呢 把这虎选到以后呢 指定啊 中心点 就这个点 点下去 好 各位 上面一样是六哈 一样是六 正好六个嘛 好 按关闭 各位你看 我们这个就画起来了 好到这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好了 先休息五分钟 这里啊 其实没什么技术